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呃 呃 这个 碧水口啊 西水口都可以的 是 前程呢 是9.3公里 19分钟 那 这边可以自己驾车啊 别人是打车啊 都可以是20分钟就可以多 那 那后面呢 因为这条路是 水迈路 是外洋区的一个 营名路的 是主观 主观 主观 线路的的 看下 这边现在是收紧的 收紧的了 下面呢 也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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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气 这样 这条路呢 现在来说 应该有15分左右的了 不过 这个交通 来说 这个交通 因为 交通 无论是交通方面呢 或者是 外置方面呢 都是非常非常之方便 和成熟的 那 你看下 这个光字是非常之光猛的了 一个潮装是潮装的 跟三国阳台的潮装是一样的 哈啰,我是喜家阿林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这座楼 外阳区的南座大厦这座楼 这座楼是刚刚中收出来的一个单位是47个职 两式的话价钱很低 五千五都不到,总价是25.8万 看一下这边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先 首先大家都很想知道 如果你是香港那边坐交铁过来是怎样到这边的 这边有一个公交车站 就是那个屋檐的楼下 看一下299的公交车站 如果是到外阳交铁站是到玛丽库省 已经是4个站到这边了 4个站最多10分钟就可以到这边了 同时如果你是要到其他 比如说要到海边的去玩的情况 到霞冲汽车站的情况 我这里也有公交车 不过这299都可以到霞冲汽车的 或者可以到海滨公园 那个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比较近一点 一纱都是到了黄金海边的 前面就是在海滨公园 白环中距路那边的 中距路那边可能和外阳的海关 到14号的沙填天是没有录影的 我现在就抖行一下 如果在我这里打车去14号线 看一下要几长时间 非常多的路程 比如这边来讲到14号线 都很方便的 今天有6月 爱洋区 等一等 不好意思 北吹口 西吹口都可以的 前程是9.3公里 19分钟 这边可以自己驾车 跌制鞋打车 20分钟就可以到 如果是坐公交车的情况下 那这边就可以坐公交车到曼达那边 你到曼达三个站就可以了 如果到曼达那边就可以两三个公交车站 可以到沙田跌跌口 这样看到这边我们现在是屋院的楼下 你看到可能屋院现在的展示面 或者屋院楼下的环境比较差 不过现在如果是镜头看得到 你们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是外洋区的一个营名路 营名路是主冠线路来的 看看外边现在是收紧路的了 下面都是铺了历车这样 如果这个路收好之后 就会很方便了 还有道路两边的路范面 要重新整举一下 到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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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交通 或者是市容市贸 或者会更加美的了 我们现在就坐到这个楼座下面的一个大堂了 看看这个大堂 不过看到可能展示面可能会够一点 这座楼建设在现在来说应该有十年左右的了 不过这个交通来说 交通不论是交通方面 或者是外置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方便 以及成熟的 事不宜迟 我们去上面那个单位看看 我现在就到了这个 银座地下的 这座楼的那个单位里面的了 这个单位来说 刚才都说过了 是47平方两房 从未入住 全身中修的 一看到这个亚富门 是一个智能的妈妈锁 而且都留到有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止摸门 这个止摸门是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有些时候 有些通风的作用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如果外面的露台 如果有风出来 风入来的时候 如果这个门 整个门 如果是没风出去 尘封客 就是里面会很满的 很沽的 当时你打开这个门 就可以解决这个 通风透气这个问题了 一日来的左边 你看看这个做到一个 简易的鞋柜了 这个鞋柜是 晒了一点点 不过都是 因为这个职位是 47个职位 你住的人 就是住两个 三个月 这个鞋柜 暂时来说已经是够用了 如果真的不够用的鞋柜 试试一下你可以做一个长一点的 或者是倒点的 做到上面的草木柜都没问题的 接着这边就是 其实这个外战其实是一个春客厅在一起的 春客厅在一起的 这个说法 说法做成不是很大 这样看电视 这个有一个提灯 其实这个单位来说 虽然是这个 客厅的空间 不太阔 是有两米半左右 就是客厅的空间 有两米半左右 这边就可以 其实电线就放不了太大 不过现在人家都很少看电视 都是看头影 或者是看手机 不过都以后就有放电视 上面那个备景场 我们下面就是电视柜了 这边是业主买到一个蝕怪 这个蝕怪都是前生的 没用过的 不过就晒了一点点了 我们先看看这边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 有没有感觉 这个房间其实不是很大 不过都是放了 由一米五个床 里面倒到一个储物柜 是上边的 都是上边可以放 如果是做衣冠 或者是做梭装团 看一下 就是可能外战 不是多够 是不是 那出来这边是一个三维阳团 这个三维阳团 它业主里有一个电动的那个衣架 它是电动升宿的衣架 那这边的话 彩光都是潮东 彩光的话 这个方向都是潮东 等等跟路团是一样的 同时买到一个洗衣机 洗衣机是没用过的 是自家的 没用过的 还有下面应该可以放入一个冷气的主机 让这个主机如果当时把臭音 床的情况下可以隔一隔 把那个臭音可以隔出去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同时也有一个热水器 这个热水器是纯水式的热水器 就是说里面是纯水的热水 就是即开即用的那个纯水式都很方便一下 接着呢来介绍一下这边的厨房先 这个厨房是设计到一个开放式的 如果真是本身不喜欢开放式的可以隔一隔门 隔一隔玻璃门 隔一隔门都没问题 那其实这个开放式呢 这样的设计呢都算是比较合理 因为这是这个厨房住两三个人 就是平时这个很少煮饭 煮饭的话都是油烟不是很大 那如果买好的油烟机就可以把那些油烟 或者是里面的土器可以抽出去没问题 同时这边都留了一个仓库的 还有那个三活阳队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都要取工了是吧 接着呢来看一下这边是走廊 这个走廊旁边有洗厕所 这个厕所意味刚刚好是装修好 所以进去呢可能不便宜在外面拍下了 这个厕所是有冲库啦 是没有做油草草的 真是敦刺那样有洗手盆有记命 到时候呢现在是冲库呢如果要举分 那个错词的话都可以举的没问题的 接着呢就是一个主缘 第二个房间了 这个第二个房间你看看这个光线 是非常的光明的了 你看看这个潮汕是潮汕的 那跟那个三活阳台的潮汕是一样的 嗯 这个是潮东 东有其实是东北 大部分都属于潮汕的这样 如果外面的露台上去呢 你说这边是本身是外洋的 那个很成熟的居门的一个区域 是吧 如果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延南啊 或者是小区啊 现在可能不太厌世因为外面来说很多都是 之前的延居门这样的都是在这里住在这里的 嗯 那又没有办法了 前往前往上去可以看到 外洋的阿公等的森林公园 1.5公里就可以看到了 那山脚下呢就是外洋站的高铁站 是吧 是高铁的外洋站1.5公里就可以到了 前面那条陆寺就可以到了 那这个床呢就做了1.8公里差不多是 1.5公里 1.5公里好像大一点 1.8公里又少一点 1.5公里 1.5公里的床 1.8公里不够大 其实都是有冷气啊 还有做到一个堕点的那个衣柜 这个衣柜是做到堕点的衣柜 这个衣柜都不会晒哦 很长一下哦 1.8公里的那个宽度 到上面可以放很多 到时用玩具的时候可以放肥肉啊 其实是其他不是经常用的那些衣物可以放在上面 嗯 这样的紧格都是算是比较合理的 那这套房子是 现在的业主买的价钱是 25.8万 如果我算一下看看单价是多少钱 嗯 因为这里刚刚装收好 25.8公里 是47个职 是5千 5千多 5千 480 5千 不到这样 如果可以加上税费呢 税费就是1万元左右的税费了 嗯 从事呢 这个 这个单位来说 如果是 管理费应该是1万左右就可以了 1万左右就可以了 50平方 加上 50万的管理费 其他的公餐费 加加万万 一个月 是 100万之内 就是 这边就开始了 这样的水电费是明水明电的了 这个水电费是3万半到4万一个方 电费是6毫半这样一度电的 这样用不到多少了 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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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边的了 如果 本次呢 就是说 如果是喜欢这套 这套单位呢 如果是想 有新的中修的 这样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单位 还有可以 收下我们的微信 比如下方式 比如下方式 打电话给我们 如果有什么详细的资料 我们都会 和大家 回屋 一对一 这样讲 今集看到这里 同时呢 如果大家 如果是 去到联同军校 或者是浪湖军校 不方便过来 我们都可以 怎样交你 怎样指引 或者呢 都可以 我们可以车接车送 到这边去看 实体楼的 这样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